九儿是红高粱的主谍曲 这首作品的歌词虽然只有简单的几句 但句句包含深情 韩红唱得如此当即回唱 凄美无比百听不厌 而胡沙沙的演艺非常有画面感 而且有质感 几乎每一个衣服每一个字节 都是以饱满的激情去尽情演艺 听得容易让人连累 这首歌包括被很多人翻唱 下面就一起来听听三个非常惊艳的翻唱版 看看你最喜欢谁唱的 让两手乃破满天 由而我送你去远方 从一个大鼎鼎 她也大胆翻唱旧文 简直是视听盛宴 她的左手只约就背受关注喜翻 没想到她演艺的旧文也如此好听 我送你去远方 求而我送你去远方 我送你去远方 高凉烧奈黄黄黄黄天 求我送你去远方 第二个弹金 弹金高一索纳都压不住 相比韩红版的久而真身含量略少 但由于弹金号行大功勉强 所以现场效果更加震撼 而韩红版本分诗和播放器 唱片算是更有千秋 但由力研究之chas 能否能让我代你去远方 高凉烧奈黄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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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ans 狗粮我满天 旧而我送你去远方 第三个 许晶慧 一个叫许晶慧的那女后翻唱了这首歌 从她演唱的版本所达到的艺术水准 真的有点另听歌者震惊 小小的身体竟有如此大的力量 这首歌一般人都把公布好 就被她演绎得如此惊艳 狗粮我满天 狗粮我满天 旧而我送你去远方 旧而我送你去远方 旧而我满天 舍边 第四个腾格吴陛霞 吴陛霞的高音非常的清透 有一种直穿人心灵的感觉 而不适于韩洪老师的那种 黎晨那般的怒吼 非常的干净 非常的空凝 将整个歌曲的精神世界 提升了整一个高度 秋儿我送你去远方 秋儿我送你去远方 听完大家喜欢哪个档子里 欢迎留言讨论 秋儿我送你去远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